又是一个零点 我们正在从北京出发 要踏上一段很漫长的旅程 我们现在坐了11个小时的飞机 然后抵达了中转的地方巴黎 然后现在是巴黎时间的早上6点钟 但是我们会在这里等时2个小时 然后再飞下一程 所以我们现在想在巴黎机场 看看能不能找一个那种终点的酒店休息一下 这是一个免费休息室 免费的24小时乘以7 不会吧 一般怎么可能免费让你休息呢 这边就是一个小的卖水和食物的地方 一个小的柜台 这边是休息的桌椅 这个就是我们在新加坡的 仗义机场睡的转机酒店 问了一下现在的情况 就是一直到10点之前 这里全都订满了 但是如果你有这种比较长时间 转机的登机牌 这个区域是开放肯定的 他说甚至还有床 甚至还有床 找一找 但我估计我们肯定来晚了 都满了 那就现在这个沙发了 起码还有一个沙发 我们现在决定在这个沙发轮流睡觉 在巴黎机场竟然有回转寿司 我们下一段要做11个小时的飞机 加油 我的飞行黄金组合 飞机上还有香槟可以选择 做出了一种商务仓的尊贵 现在经过了30多个小时的旅途 我们终于抵达了南美洲旅居的第一站 它就是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 听到哥伦比亚这个地方 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是 没什么概念 我们这次旅居来到的这个地方 是在南美洲的最北部的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这个国家有两个东西特别有名 第一是它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咖啡的产地 第二点是它以前 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很有名的大毒销 然后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毒品的帝国 变成大家闻风丧胆的那种犯罪的城市 然后美国还专门拍了一个美剧 就专门讲这个事儿 随着上个世纪毒销倒台之后 政府在不断努力的整治 它的内部的社会治安 然后它的经济啊 各方面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往上走 其实现在哥伦比亚已经是一个 就是挺好挺安全 甚至还藏着很多有趣的人文 跟自然的体验的这么一个 呃算是小众旅行国家 这一站旅居就是带大家打开一片新的 很多是吧 这个汇率是一美金可以换三千一百多的当地币销 所以说我拿五百美金换出了一百五十六万 哈哈哈 突然变成了百万夫 一张就是五万块 然后呢两张是十万 一百万一百五十六万 对 起步价是两千三 每等待二十四秒 两千三是不太容易 我觉得它能扣得到 嗯 The meter The meter 梳 destroy Yes Z OK sorry where is the meter meter counter Z Meter counter Meter 啊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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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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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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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Hall much 这多少钱? 是吗?现在怎么写的是28呢? 咋办呀?果然又到了这种境地 刚刚应该让那个人跟他 我们俩现在非常纠结的在这个出租车上 因为看到它的那个计价器上面 现在只有两位数 但是这里货币特别小 所以说就不知道无法沟通 司机也很萌 司机可能也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上面 只有两位数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计价器如果是合法的 那多少钱我们都付 如果说它是那种假的计价器的话 你就把它照记录下来付 那也要报警 是 如果它后面加两个零差不多是吗? 那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它开始跳的时候是20多 起步费是2000吗? OK C C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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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给它钱 是这个吗? 是个50的 还会加 17300 17300 对 17300 所以就是再加两个零对吧? 对 对 还好 是 是 是 OK 谢谢 谢谢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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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封密了 把灯全打开 锁上了吗? 哦 Safe 对 来看一下我们的 在南美洲的第一站住的第一个房子吧 在南美洲我们选择住的好一点 对 所以定了这种很现代 它其实也是民宿 但是是这种非常现代化的 然后 然后 因为这里是首都嘛 嗯 也没有特别多很有风情的房子 对 冰箱感觉也还不错 挺好 对 然后 这边是客厅 然后 这边是老机 啊 床还 挺大的 很好 我们先休息 万事 睡醒了再说 好 哇哦 南美洲的第一个早晨 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巨大落地窗 哇 外面的风景 这个城市看起来整体楼都不太高的样子 但是对面可以看到在这个云雾蒙蒙之中 有一座山脉 叫做蒙塞拉特山脉 就是 实际上波哥大这个城市的海拔也有一点高 是2500左右 然后周围就是那种群山环抱的一个山谷 昨天晚上到将近一点多睡下 然后 感觉晚上不断地反复醒来 睡了好久好久 天都没有亮 我一看手机才早上五点半 然后苏好像四点多就睡不着了 他一直在起来看手机 对 你知道飞机上时睡时醒 时睡时醒 然后三十多个小时 到了这又有时差 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 所以就是我们俩的生物中现在应该比较混乱 但是反正也睡不着了 于是我们干脆就五点多就爬起来 处理了很多的工作 今天的计划也很简单 就是 没有计划的出门转一转 像我们往常 每到一个新的国家都会留一个这样子的 让自己先适应一下这个城市的感觉 我现在其实脑子一团乱 因为我肚子特别的饿 飞行的两三天 一直到现在也没怎么正经的好好吃过一顿饭 反正还在等呢 我就去转一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公寓吧 好那出去啊 等会儿回来 我们快点画 现在这里是我们的大唐 大唐的每一户都有信箱 这里有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沙发区 这里有一个那个可以打桌球的地方 吧台乒乓球桌 一个可以在这里谈事情吃饭的休息区 一个游泳池 看起来很专业的健身房 还可以在这里做瑜伽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家附近的一条 繁华的繁华街 相对这应该是比较繁华的吧 我看两边的店什么的都开的挺大的 为什么圣诞节快到了 快到了吗 你要说快到了也还有两个多月呢 三个月还三个月 也许这里的人非常热爱过圣诞节 今天也没事就溜达吗 而且这个温度刚好 我觉得又不晒 对很舒服 不冷 差不多现在我感觉就是十几到二十度之间吧 这里还有那种漫画店 门口就是超人 现在我们正在买当地的电话卡 然后小姐姐好像就完全不懂英语 所以现在就艰难的在用翻译软件交流 好像是因为等的时间太长了 没有准备一个魔术师给人了 飞桃6好 全部都是飞桃6 哇这太酷了 这好酷 全部都是飞桃6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复刻有一些 哈哈哈哈 不是那怎么知道你抽的这条6呢 呃 就不跟观众说了 我回去给你撕下 哈哈哈哈 好 先躲一下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是与你一起躲过雨的屋檐 两个街口 对 那我们就稍躲一下吧 刚才没看那个魔术 也不是啊 看魔术是因为在那等他办那个卡吗 他需要等网络 我这雨也太大了吧 大家都跑起来了 大家都跑起来了 哥伦比亚的第一天被暴雨困在街头 啥都没看 买那条电话卡 然后被困在街头 在雨中艰难前行 到这里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商业步行街了 这就是大商场 啊 镜头前面这家 来 让我们感受一下哥伦比亚首都的繁华商场 有很多金色的烟草飘在空中 挺美的嘛 先吃饭吧 从昨天饿到今天 这家就是炸鸡的快餐 牛排汉堡 这家看起来很香 这也是牛排 土豆 这一家好像是铁锅 这个商场我的好感度还挺高的 最后想要吃这一家 一道菜也不是很贵 就是两到三万左右 感觉还可以负担 六万七千九 给他十万 找了我们三万多 然后拥有了第一个 哥伦比亚的硬币 是一个一百块 是一个金币 这个是你点的鸡肉 咱们一起吃嘛 一起吃 这感觉是他们这特色的一个米笔 我刚才介绍看到小摊 你看 不知道是土豆还是米做的 总之是小摊 特色小吃主食 好吃有味 是咸的 这边这个小土豆 我觉得蛮可爱的 咱们俩一人一人分配了很多颗 烤香蕉吗 烤香蕉 哇塞 好黑啊 好特别哦 开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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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坐在一个能够看见外面景色的室外仰台 享受我们的第一顿 满载而归 感觉每个旅居的第一集都在装冰箱 这很重要的 寿司 小奶 波哥大的第一印象感受如何 感受就是 就是这是一个 没有很现代很繁华 但是也没有很落后的地方 就是一个那种很正常很普通的城市 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一排山的景色 是这里的一个特色 这一集反正主要就是给大家报一个平安 告诉大家我们经过了30多个小时的跋涉 已经到了地球的对面 一切顺利 我们都很好很安全 然后我们也只是在波哥大停留一下 会在旁边稍微挖掘它一两个特色的东西 然后就会转到说更有一些稍微 地方的特色的地方去 对 期待接下来的内容吧 嗯 我们是Roy和苏 一对边旅行边唱歌边拍视频 边讲故事的神雕侠灵 关注我们一起拥抱世界上的千百种生活吧 啦 啦En 啦啦啦啦啦啦